联赛开始了,我们直接找了一个格子阵打 之前14本的时候,格子阵还是挺火的,也比较难打 到了15本开始玩闪阵泰坦以后,居然最喜欢打格子阵了 因为格子阵大本营多数都是编制的 前期可以用天勇搭配投资车爆本,这样成功的几率就很大 怕这里罐子比较肉,用四个超哥帮忙打一下顺便盾边 等天勇吸引迫击炮的伤害以后再下投资车 如果还没有玩过闪阵泰坦呢,秀叔强烈建议玩一玩 操作非常简单,打起来也非常的稳 同样操作比较容易三星的流派,还有火龙搭配飞艇隐身超空超法的 但是那个飞艇有一定的风险,容易翻车 而闪阵法术就不一样了,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更适合新手或者手在哪 这样天勇也吸引了联统的火力投资车安全了 我们就可以用地阵闪电法术收掉中间的火力密集区域 还能起到断边的作用 这样同时触发大本营以后就可以坐到投资车报本了 直接大部队开打,思路依旧是大部队走中间,忙往自己断边 因为这个方向首先要面对的是多头地狱塔 对我们威胁不大,不用着急 天使成功钻耐泰坦,这样等泰坦进来以后直接狂暴走起 这样路线不就出来了嘛,弹跳进中心,忙往在下方,投资车在上方 这个防空火箭打捕天使啊,派出运途打掉,无敌保住大部队 接下来就可以坐等了 中心再给一发狂暴,泰坦开墙虽然比较慢 但是这个阵它有缺口啊,不用开墙就可以打穿拳头 看起来是一个引导阵,反而方便了我们 上边成功报本了,这样主防御还差一个投资炮 泰坦怕是扛不住了,看一眼上边什么情况,圆兵出来了 每个猎手打掉马王,下边女王成功打掉投资炮了 那我们的日土都无敌了,因为他带着地狩 眩晕防御简直太腻贴了,打谁谁虚啊 那么这场三星就可以成功拿下 这样一般的格子阵,以后我们都可以用闪阵泰坦去稳拿三星 如果你们联赛遇到了差不多的阵型,记得细微一波啊 关注修书,下期继续分享更多阵型打法 得好 的 你 我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